我怕走蝴蝶和你双飞 这一次是我狂热的虚弱比对 一个人的世界 两个人的存在 只要你一个人说这些意外 这一次我愿意和你双飞 有你的日子好过我独自体会 一个人的孤单 两个人的悲 就算路再长 黑月再黑 我绝不后悔 方姑娘 纯热吃了吧 今天是你最后一顿饭 明天陪帮主过招之后 你就没机会吃了 你们这些看门狗 连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 知道你们帮主练的是什么功吗 当然知道 是天下无双的七杀精 那七杀精是怎么练成的呀 当然知道了 就是要潜心钻研 闭关七七四十九天 那为什么每天要送一个武林高手进去呢 陪帮主过招啊 你们这些人呢 真是死到临头还在帮人数钱 什么意思 老家花子 我告诉你吧 七杀精的修炼呢 是要通过吸取别人的功力才可以炼成的 所以你们每天都要送一个武林高手进去 供你们帮主取用 本来嘛 本来你们帮主跟我爹私交不错 但是他们为了练就天下无双的武功 竟然联合起来 而且毒害武林高手 甚至 我爹连自己亲生女儿也不顾 明天就是第四十九天了 等你们帮主吸取了我的功力之后 就会跟我爹会合 然后就会将你们盖帮所有的人全部杀死 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盖帮 你胡说 怎么可能 帮主怎么会杀我们呢 怎么不可能呢 傻瓜你还蒙在鼓里呢 你们白长老的野心 少帮主早就看出来了 再说 你们不都是白长老的人吗 你觉得卓帮主会放过你们吗 还有啊 你想想我爹 他连自己的女儿都会拱手相让 还会在乎你们这些小喽喽吗 等他们炼成了七杀精之后 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就是白长老 要不然 他再练成什么天下绝世武功 也只不过是白长老手中的一颗棋子 其实丐帮 最后还是控制在白长老手中 卓不凡只不过是他的傀儡帮主 这丫头鬼忠意多着呢 你不要赏他大 不行 为了一防万一 我还是去禀告白长老的好 你看好他 别让他跑了 他果然是这么说的吗 没错 白长老 你看他说的是真是假 混账 你们连这个都分辨不出吗 带我去看看 是 白长老 看他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凤姑娘 凤姑娘 明天才是你的忌运 你来早了 是啊 我等不及要来看你 你在这里专心修炼了四十八天 我想 你这功夫 大概也练得八九步离十了吧 你这么好奇 我一定会满足你的 而且要让你亲身体验 好啊 那我现在就来成全你 你不怕死 我怕死 我看现在怕死的一定是你吧 你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平心静气 直到凌晨时分才可以聚集内力 如果你一动手的话 很可能就会经脉大乱 血液逆行暴毙而死 你看过经书 你千万不要动气 否则会死得很惨的 当然 这天下第一的经书 自然要看一眼了 只不过 你们那种卑鄙无耻的邪功 本姑娘不高兴练而已 功夫都是用来杀人的 不分什么卑鄙和高尚 看你的样子 应该练得不错了吧 如果我不进来的话 恐怕你的功力 起码也可以练个十成 如果我在这打扰你一个晚上的话 恐怕你的功力就要打对折咯 顺这条路 找到第三根柱子 你就可以出去了 好 那就多谢了 不过 我也顺水做个人情 明天白长老会过来陪你练功 我想你还是尽早除了他的好 不然 你最多是他手上的杀人工具 你们本人知不知道 好 你们有机会 你 cucit 你 我们会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这 你 我 你 我 我 再重新准备 帮主请放心 我已有安排 此人的武功还在凤姑娘之上 是啊 好 你先出去吧 是 这伞还是留给你吧 不用了 钱已经拿到了 就不必再躲了 那好吧 我就拿回家了 那你路上小心 我走了啊 李双双 你就是华生辉 我也认得出你 麦家小姐被你们骗到哪儿去了 什么麦家小姐啊 我不认识 不说出麦家小姐的藏身之地 我今天就杀了你 我说我说 我们只是走散了 你不信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她 二位客官 你们请 小二 两个素菜 好嘞 师傅 其实我们现在正好 有人帮你把那些乌七八糟的武功去掉 正好潜心钻研 燕家七十二手燕子飞 多而不惊 反而无意 依我看 天下最精妙的武功 当属燕家剑法 杜红颜那个女子 出了名的心胸狭窄 练她那套武功只怕越练越狭窄 杜前辈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屠和尚 你刚才说谁心胸狭窄 女施主 我们师徒二人 刚才是在主观地讨论客观事实 如果施主心胸宽广 应该容得下意见吧 你 赵北三 别以为披了件僧袍 我就认不出你 这么多年不见 你居然当了和尚了 本人法号三乐 女施主 我看你是认错人了吧 怎么了 做了和尚就连记忆都失去了 早将尘事的一切抛住脑后了 你不要在我面前装糊涂 罪过 罪过 施主 请口上留情 口上留情 心里无情有什么用 你这个懦夫 还没有分来来教训我 燕追云 如果你还想跟凤儿在一起的话 怎么别跟这个人淌这个浑水 三乐 不要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本来想和他商量 和我们三人之地深入改邦的 跟他商量 我看谁都跟他没商量 好 赵本三 你为什么坚持我 都当了和尚 还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 你还是误会了 我是三乐 不是赵本三 我只是遵照 师父燕追云之命 留一度施主 出发前往丐帮救人的时间 以便我仕途二人 能和你结伴同行 别在这里心心作态 我的事情 不需要你们来阻扰 施主嘴上犹如利刃 可心中 却像和尚一样慈悲心肠 要不然我师父燕追云的性命 早就被你取去了 你以为我是心软 才不杀燕追云的话 你就错了 我是一位奉儿 才会饶他不死 阿弥陀佛 女施主 怒生怨 怨生悲 悲生于迷 迷则已出虚妄 让则尊卑和睦 任则众恶无宣 只要你宽容别人 你心中 自会晴空万里 宽宜自在 而且再也不会受制于自己的情绪 这样吧 你拜我为师 我教你快乐人生的道理 别在这里废话 当年 要不是你贪吃爱混 我姐姐临盆在即 你却疏忽职守 她就是在没人照料的情况之下 才生下风儿和就死了 而你呢 却一走了之 这 这都怪赵本三吗 不怪你怪谁 罪过 罪过 种种罪孽 事皆有因 如果你没错的话 何须立地成佛 在佛门躲藏多年呢 我一直是以前世为鉴 失乐人间 你欠我姐姐的 做一百件 一万件善事 也补偿不了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为什么还耿耿于怀呢 有些事情 一辈子都补偿不了 你走吧 我不要再见到你 那三乐师赔了 施主保重 女施主 前辈 前辈不进了 糟了 他已经走了 快追 我打了 监狸 ой 监狸 监狸 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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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凤儿 凤儿 这下可好了 总算逃出来了 你怎么样 伤得重不重啊 还好 死不了 姨娘 姨娘 她来救我了 小小姑娘 我们要马上回去 你这个样子不行的 不行 管不了那么多了 走 禀告长老 杜红颜还没到 难道这个凤丫头已经被她找到了不成 班长老 要不要弟子们下山去找 不用了 来不及了 帮主 今天就由我来陪你练了 难道就没有其他人选了吗 属下不能 昨日让凤姑娘跑了 为补罪 我愿意成全少帮主的真功 你可知你会性命不保 帮主 该帮的振兴全指望你了 为了该帮 牺牲我算不了什么 不行 即使我练不成七杀精 我也不要你为此有所损伤 帮主 你不要糊涂 错过了时机就会功溃一篑 姓卓的 我当你是真的出门了 原来却躲在这个狗洞里 你来得正好 你不是要找你的宝贝女儿吗 打赢了我 我就让你带她走 好啊 凤儿果然在你这儿 姓卓的 过来受死吧 前辈 千万不要动手 周步凡 没想到你真的绑架了凤儿 拿走了七杀精 杀死了黑长老 燕追缘 我们是兄弟 我的目的也跟你一样 我们现在不应该是争吵 而是应该携手查清当年的真相 我复兴我的丐帮 以重振你的燕家宝 周步凡 难道为了报仇什么都可以不顾 你连这种邪功 伤了那么多人的性命 那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燕雄 你 成大事而不拘小节 我就不会为了报仇什么都不顾 伤害了那么多人的性命 难道你忘了你燕家宝的大仇了吗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卓不凡了 你跟我以前一样 受了七杀精的蛊惑 赶快放弃吧 让杜前辈帮你驱除七杀精的功力 你错了 七杀精是我自己要练的 不是仇万恶逼我练的 少跟他啰嗦 前辈 不要上他的圈套 他现在练七杀精到了最后关头 需要一个武功高手来刺激他 对手的功夫越高 他提升功力也就越快 一派胡言 我卓不凡需要你这样的人 要不给我打 要不然你给我滚 你 燕之云说得对 我们还是走吧 回去从长计议 前辈 走 走了 我自己会走 不行 你们先走 我要去救凤儿 前辈 不要太冲动 我们可以想个好办法去救他 卓不凡现在正想利用你来练功呢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前辈 劫备 姨娘 凤儿 燕大哥 凤儿 燕大哥 凤儿 你没事吧 凤儿 姨娘 小乔 你受伤了 我没事 是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看凤儿被关在这里 所以我就来了 你受苦了 小乔 小乔姑娘 你照顾凤儿 我去追 我也去 姨娘 不要 那我是不是要是 牵手 你还在这儿啊 那儿 他可以帮忙 你帮忙 看看凤儿 我应该是 给我 任何麻烦都不能惹了 黄大哥 你现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尽快回家 你知不知道 麦大人是多么担心你 我看他们已经走远了吧 他们跑不远的 那个人我看是有非敌 小乔姑娘不会有事的 好吧 今天我就放过你 管他什么大乔小乔 死了管我什么事 回去找芳儿去 杜施主 贫僧先走一步了 你要去哪里 怎么 你不关心芳儿了吗 在贫僧眼里众生平等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他是我姐姐的亲生孩子 也算是你的半个亲人 我不在江湖上 否就应该由你来照顾他 阿弥陀佛 没想到出了家之后 还是这么多麻烦 你已经逃避了这么久 你还要继续逃避下去吗 杜施主 你还想怎么样 怎么样 去找芳儿怎么样 小姐 这个双双是假的 我收麦大人之托 特地来带小姐回府 双双 你不是真的双双 你不关心吗 燕大哥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是我连累你了 傻丫头 怎么说这样的话 你的伤没事吧 我都武功近施 这地方很危险 我们得赶快离开 怎么会这样 因为你一年误会了我跟小倩 所以废了我的功夫 我们赶快走 哪里走 二位看来是势单力薄 学校跟我去盖帮小住一段 卓不凡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让我爹知道的话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好啊 如果凤七先生来了 刚好可以陪我试试这七杀精的功夫 是我真的天下无敌 你以为就凭你这样的货色 我爹会跟你动手 那就只有留下二位了 朱不凡 念在你我一往萧綦的份上 放了凤儿 我跟你回盖帮 燕大哥 不行啊 也好 那就麻烦凤姑娘回去转告凤七先生 我在盖帮等着他 如果他不来的话 你就再也别想见到你的燕凶了 好啊 你要感动燕大哥一根毫毛 今生今世 你就别想再见到小乔姑娘 小乔在你手上 小乔现在就在我姨娘的手上 你满口无言 我凭什么相信你 信不信由你 好 我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你不把小乔姑娘带回来 你就再也别想见到你的燕凶了 你能不能快一点 你怎么了 有毒 中间上有毒 你没事吧 找凤儿要紧 杜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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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了 原来他中了如节上的毒了 燕椎云已经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 那你还有什么事 属下担心帮主的功夫 要不要属下马上再去准备一个 他们以为前来捣乱就可以破了我的功夫 他们真是太幼稚了 那帮主 从今以后 天下就再没有人可以超过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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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姐姐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骗你的 只是你们一开始 就当我是什么燕追云的妹妹 不要说了 是 可是你都哭了一夜了 我也想了一夜 我是罪有应得 是我伤了你的心 我认打认罚 但是不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家里还有老父老母呢 不要说了好吗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 你已经长大了 是个男子汉了 爹有句话要跟你们说 乱世沧桑 爹也许 不能再见到你了 你要答应爹 你要好好照顾妹妹 我知道了 爹 爹教你的那些武功 有时常练习 我们燕家 以后就靠你了 嗯 爽儿 你要听哥哥的话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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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乔姐姐 你的大恩大德 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 什么 你把她放了 爹 他不过是个顽童无赖 而且是我错把她当成了烟无霜 才给她可乘之机 离家出走也是我的本意 跟她无关 那你问清楚 她身上那块燕家的玉佩是怎么来的吗 玉佩 我忘了 小姐 你连这个也不问清楚 就这样让她走了 这万一 万一燕翠云是被她害了或者 燕翠云没事的 你们不必为她担心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爹 我觉得累了 我要回房休息 有什么事 你就问黄大哥吧 好吧 你先走吧 殷川 在 那个李双双 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是 您吩咐下了好几年 终于让我给找到了 官爷 您真是好眼光 这块骨玉晶莹剔透 是皇家真品 贵人才佩戴得起这块玉 难怪您寻这件宝贝 寻了这么多年了 这是你该得的 谢谢这位爷了 我这还有很多美玉 您要不要看看 不必了 您有没有帮我记下 麦玉人的样子 当然 那个小女子十七八岁 长得不高 好像是个乡下人 这东西 我怀疑是偷来的 何一件的 我做点堂行数十年 客人的身家 我一人能看出七八分 她举止粗鲁 像个要饭的 哪能有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对了 这件东西 也是那姑娘拿来的 你看 这瓶底还印着观印呢 好出卖子 她自称是别人赠送的 我猜八成是从人家府里偷来的 怎么样 这个花瓶您要不要 你自己留着卖个好价钱吧 她有没有留下信用 没有 她说卖了就卖了 再也不熟回去了 好吧 谢谢你老板 哪里哪里 这位爷 您还需要什么东西 尽管来找我 清诏见过麦大人 哦 我没有见面了 其实有因必有果 我们的见面从上次分开 就已经注定了 那秦爷这次来 是要跟我谈什么因果了 秦赵 怎敢在麦大人面前搬门弄斧 在此先恭喜麦大人官复原职 我的腿都断了 皇上居然还这么看得起我 居然南京也不用去就可以官复原职了 其实不管在哪里 不管是什么职位 不管做什么 我们还不都是为大明的安危 为了天下的安定 不错 那秦爷这次来 是要办什么案子了 我刚从无锡回来 前几天无锡发生了件大案 善人标局突然被灭门 我也去看过了 麦大人可发现什么了 这些人出手狠辣 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杀死这么多人 这就说明杀人者训练有素 还有呢 只可惜啊 我的专长并非破案 我发现的并不比他们发现的多多少 我听说他们抓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是陆长春 不错 陆长春是陷入了这个案子 那陆长春说了什么没有 听人说陆长春身负重伤 说话已经无伦次了 麦大人 我可否见见陆长春 既然秦爷这么关注这个案子 人犯就应该移交给你的 只是本来我们已经把他作为证人保护起来了 没想到有人想要杀人灭口 我们保护不力 再次让他受了伤 现在敢昏迷不醒呢 麦大人 我秦赵看病不行 但看伤还是略知一二 让我去看一看如何 这个就不必了吧 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大夫 秦爷请放心 他是这个案子的唯一线索 我是不会轻易让他死的 麦大人 我真的想见见陆长春 现在任何人都不能见他 麦大人 陆长春对这件案子非常重要 那我倒想听听秦爷是个什么说法 我怀疑 他跟一件谋反的案子有牵连 那我们就更应该好好的保护好这个人证了 麦大人 你是不想让我见陆长春了 如果现在秦爷要提人也可以 不过秦爷可带刑部公文了吗 那就是说秦爷没带了 要是我带来了秦部的公文呢 要是我带来了秦部的公文呢 只要那个时候陆长春还活着 我会带来了 我会代表吴锡县 一定把人交给秦爷 好 既然如此 秦赵先告辞了 书不远送 陆长春 秦布头 秦布头 我收了你的银子 哪能不帮你做事呢 好结实的肩膀啊 不知道哪位姑娘 有福气可以靠在这肩膀上 正经一点 你别心急嘛 我要是正正经经的跟你坐在这儿谈话 那会引起别人迷心的 温十三和九姑娘的人无处不在 要是做的不像那回事 我的摇花馆可就玩完了 你可不能这么严肃啊 笑一笑 笑一笑嘛 笑一笑啊 别跟我兜圈子 要是顺利继续做你的妈妈 就快点告诉我她们的行踪 好吧 告诉你 我这条消息 可是提着脑袋跟你说的 你要是失手 我可就是一个香香蕴蕴的下场 既是个姑娘 还指望着她吃饭呢 什么消息 明天晚上九姑娘和文池三 会到摇花馆来 他们来做什么 来会一个人 什么人 这一来人是谁 那就要到时才知了 相关 上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姑娘 你跟了我这么久 到我这摇花馆是找人呢 还是有其他事 温十三 你密谋造反是朱九族的大罪 我今天不会放你走的 姑娘 在下真是佩服 你自身不保了嘴还那么硬 我原以为会得等我的客人到了才动手 没想到你们却真的很心急 要不然站在这里受死的应该是你和秦赵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那在下就要试试姑娘你的身手了 我认试我认试你 怎么走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温公子 外面有匹官兵杀进来了 我们快走吧 很痛啊 废话 你还是不是男人 你是不是女人 那么粗鲁 我是个活人 又不是块木头 就算你救了我 你也不必这么凶吧 你不就是中了九阴毒针吗 我把你拔出来就是了 我不应该生气吗 你偷偷的 你不知道你打草惊蛇了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今天不就是中了 那个文氏三的诡计而已吗 可恨我今天没能把它除掉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他们要谋反 这你无权过问 什么都不让我知道 你悄悄地做事 是不是信不过我 怎么 我做事还向你请示不成 既然你不告诉我 又不把我当自己人 还要我做什么 我也正有此意 你是说真的 好了 迎针现在已经帮你拔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要帮你把里面的毒吸出来 那些毒如果留在体内的话 就会毒发身亡 你要不要知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来干什么 小姐 你没事吧 秦赵没有发现什么吧 没有 他们还真以为 文庆来是他们救出来的 只要我们跟着文庆来这条大鱼 顺藤摸瓜 所有谋反的人 最后都别想逃 小姐 告辞 你别想逃 我来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那天 我来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啊 早 昨天晚上啊 对不起 我语气太重 没什么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 谢谢你帮我疗伤 我感觉好多了 不用谢 我们就算扯平了 扯平 难道就是还一个人情 我还有药物在身 今天被药回京了 是吗 我会继续想办法打探文十三的行动 不用了 你有了新的任务 昨夜街道上面的密令 晚南灾情加重 朝廷命杭州府紧急调集万两黄金支援 你现在就帮我去做这件事 什么 你派我去押标 这笔官营事关重大 为确保安全 我会派四名大内高手与你同行 可是为什么突然要我去运送灾营 那文十三那边怎么办 你不必多问 是有轻重缓急 那笔灾营如果不及时送到的话 饿死了百姓 我们都不会好过 一定要我去吗 那条路你最熟悉 而且如果有你押标的话 相信没有人感动这笔钱 再说这里离晚南不远 你可以速去速回 监视文十三是我们说好的 亲不疼 你所要做的就是接受命令 至于如何调派人手 我自会安排 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什么时候启程 明日营时 还有 你千万不可以调以轻心 如果这批官营稍有差池 你便要用你的人头来谢罪 遵命 在下告辞 我赶紧 我赶紧 我赶索 我赶索 我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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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